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 这是流传在新疆的一句话语 这座拥有千年历史 建在丝绸之路古道上的历史名城 至今保留了新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距离喀什市区仅十分钟路程的穷库勒贝西村 伴随着游客频频到访 一条具有民族风情的民宿街道 经过持续不断的改造 正成为往来游客近距离游赏喀什民族风情的好去处 11月1号行走在该村落之间 每一家的庭院里花草藤蔓 枝叶满院等待游人来访 好几辈子居住在该村的阿依谢爱丽 经营民宿已有两年之久 父亲依旧忙碌地奔波在外 而母亲守着祖业经营起自家的民宿 我们家开展民宿以来已经两年多了 而且每年的收入够了很多 喀什以内和喀什以外的旅客 每天几乎都到我们家住宿吃饭 为持续做好旅游业务 迎接更多游客 当地政府花费了不少心思 让日益建校的民宿茁壮成长 比如细化民宿运营管理 客房服务流程 特色手工业培训 定期培训考核等等 只为让村民口袋里装下更多的钞票 不失能听到扫码付款的声音 目前该村已打造两条特色民俗风情向道 根据游客消费需求 该村制定了不同的消费项目 木合塔儿说 目前民宿主人每人每年约有7500元的收入 拥有好口碑就有好客流 这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喀什位于中国西北边缘 自古是丝绸之路往来商谷的必经之地 西汉时期张千曾到访过喀什 并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喀什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约1500公里 大约是北京至上海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